我重新帮你们介绍一下行吗 我重新帮你们介绍一下行吗 冰麻油 冰我爸你都可以 你别现在逗你 我不叫冰麻油 我叫麻油 那哈晓芳 晓芳 晓芳 饿坏了 谢谢 谢谢 怎么回事呢你 我给你拿点吃的去啊 有日子没来了 老乔来了 真是大吃惊物 老乔 你的腿好了 站起来了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当然了 有我的儿子天羽 托人从国外给我弄了一些特效的药 有这么个好儿子 想不好都不成啊 没想到天羽这么孝顺啊 这孩子我经过 真是一表人才啊 老乔 你可有福啊 有福啊 今天我站着 给你们比试一下 好啊 来 来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头发中 请稍后再拨 您有兴订一下 昨天那个会开的怎么样啊 我有点事正要跟您汇报呢 是这样啊 昨天啊网络上不是把拆天安置的这个事情给爆料了吗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韩市长就没有来参加发布会 然后也因为这个事 陈静呢被记者盯上了 所以他昨天的启动仪式 也是草草收场 怎么搞的弄成这样 还有更可怕的 您别紧张啊 昨天啊 三个拆迁户 想去见这个市里领导 还没见着呢 被陈静和他的手下 绑了 扔进了一山沟里 差点都没命 幸亏我遇见了 然后把人给救了 你说多可怕 行 到时候我马上回家了 我回去以后当面跟你说明 好吧 好吧 这个沉寂啊 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我再三地嘱咐他 让他处理好拆迁户的关系 他就是不停 结果怎么样 现在好了 市里都挂了号了 他不想满足拆迁户的要求 都不行 本来是让他脸上磨颠死人的 现在资格弄了一身扫 我担心 他这么一搞 会坏了我们的事啊 那也得看他有多大能耐了 我乔启善 还不至于让这几个蠢人 坏了我的大事 顶多花几个钱 可是 他毕竟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呀 人是走活路 还是走死路 那得自个选 他要是不聪明 自己选错的路 那就怪不得我们 弃举宝帅